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血脂高在成为三高人士的路上,又迈进了一步,小白你是怎么做到的?小白眼神伶俐地白了小圈一眼,为什么高血脂都盯上年轻人了呢?血脂高一般有什么症状?小圈来给大家讲一讲,血脂异常了解一下,血脂异常包括多种情况,其中比较常见的是高血脂,高血脂一般指血脂水平过高,通过血脂检查即可判断。 血脂检查通常包括四个指标,一、总胆固醇TC,二、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LDLC,坏胆固醇,如果过高,关心病危险性会增加,二、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HDLC,好胆固醇,如果过低,关心病危险性会增加, 三、甘油三指TG,在某些情况下,能增加关心病危险性,相关阅读,血脂异常分四种,血脂检验报告单你会看吗? 为什么高血脂盯上了年轻人,有人归纳过几类高血脂高危人群,经常应酬的白骨精,酷爱牛杂等动物内脏的吃货,温如泰山和爱运动的肥宅,是酒如命的醉翁,一照以上四类人群,一般白领对号入座,起码命中三项,工作繁忙时积极应酬,闲下来就不断吃吃吃来满足口欲, 逛吃逛吃的,一,今算是愿意走出家门,更快捷的就是一件外卖,只需下楼的功夫就可以搞定,而总的来说是,爱吃少动,血脂高一般有什么症状,血脂高之所以像一个定时炸弹,就在于它几乎没有任何症状,感觉到明显异常吗?没有,哪里不舒服吗?没有。 但俗话说,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,血脂高在脸上或有所体现,体现主要有,二,一,眼瞼黄色瘤,过多的脂质沉积在皮肤时,可引起皮肤隆起,呈黄色,橘黄色,棕红的斑块或秋枕形状,称为黄色瘤,最常见于眼瞼周围,也可能出现在面部其他部位或膝盖上,二,眼睛角磨环,只要仔细观察, 就会发现在眼球边缘出现一圈白色环,年纪越大越多见,30岁以上人群10.7%可见,而40到80岁人群50.1%可见,这个白环正是沉积在角磨处的胆固醇。 此外,高血脂还有两种较为明显的症状,小腿抽筋和头晕等,相关阅读,眼带总是经久不去,可能是高血脂六大症状警惕高血脂。 关于高血脂饮食的几种常见说法,来判断一下真伪,一,高血脂不能愉快吃肉,最好吃素,新高血脂患者一定要控制脂肪的摄入,肉不是不能吃,但肥肉,动物油要少碰,如果爱吃肉可以吃白肉,如鸡肉鱼肉等。 此外,贝壳类的海鲜和鱿鱼,都是小圈爱吃的胆固醇也很高,也要少吃,如果仅仅是吃素,会减少,了知溶性维生素,维生素A,B,K等的摄入,反而不利于健康,二,高血脂不能吃鸡蛋,新,每一次都要为鸡蛋证明鸡蛋,来小圈的怀里,别哭啊,别人都说鸡蛋里的蛋黄胆固醇高,吃个蛋都要挖掉蛋黄,还不如吃豆腐。 但蛋黄里也有卵磷汁啊,卵磷汁有利于降低胆固醇,并且可以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,相关阅读,蛋黄胆固醇高,吃鸡蛋不能吃蛋黄,看来你是一只半解了。 三,患了高血脂要多吃鱼类,为什么艾斯基膜人和日本人都很少患上细脑血管疾病? 科学家发现,是因为他们都经常食用海鱼,鱼类脂肪中Omega-3脂肪酸的含量非常高,它在预防动脉周样硬化和关心病方面的作用明显,日常不妨多吃鲑鱼、青花鱼。 对,对,对,对。